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握的部分 开启握了之后呢 版面设定上下左右边界都是3 那这一题是直向的 按确定 再来格式框线及往底部分 页面框线 记得还是一样 在度量基准选择文字 那页锁的部分的话 上方呢这里 题组3附件1 加支援框线支援往底 那右边的话呢 就输入当天的考试日期 为民国年 那再来的话呢 切换到页尾 考生的名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加上你的这个考试的日期 这个考试当天的这个 准考证号码跟地期页 把它关闭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个 完成的这个表格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贴到word之后 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排版 那排版的部分的话呢 尽量利用这个 这个地方把它选一选 然后呢 自动调整成这个内容大小 那再来的话呢 调整成四窗大小 那再做一些西服的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的话呢 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好了以后的话呢 在上面再输入这个主标题跟这个次标题 主标题跟次标题 那主标题部分的话呢 根据它题目要求 字的大小为20 然后加上一个所谓的字元往底 那再来的话 副标题的部分呢 它的字的大小为16 那加上一个底线 加上一个底线 那中间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enter 当成是它的一个间隔 一个空白列当成一个间隔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 该自中对齐的就自中对齐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握的部分 那在列印之前的话 先做预览列印看一下 并且比对一下你的这个范本 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格式的话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没有一模一样的话呢 是不是再做一个检查 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这一题比较特殊 底下的话 它必须多一个框线 支援的框线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不能遗漏 看一下这个地方 记得要做一个框线的一个设定 那最后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它列印出去 那我们就完成握的这个部分